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機會來到我們 Zero街的 《靈探旅遊新生態六活上落新體驗》的 讀者見面會 首先我在這個時間很想多謝幾個單位 首先想多謝全力支持我們這次活動的海江城 也很感謝香港幕法局的《香港書展》 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很快地介紹一下自己 其實我在三年前的時候 在座可能大家都拿著一份叫Kiosk的Free Vapor 其實我在三年前就開設了一個網站 叫DiscoverKiosk.com 其實想說一些香港的低碳 即是低碳和實性能力 可以持續發展的東西 直到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和一班同事都想說 其實我們都想說說關於低碳旅遊的東西 所以就開始想做這個Zero街的想法了 其實我講一下自己 本身我有幾件事很喜歡做的 首先如果認識我的人 其實我很喜歡大自然 我自己很喜歡一放假就去 譬如今早我會想去行山 其實每一年我們自己公司都會做一些同社區的活動 上年其實我們跟了一個香港蠻輔導會 做了一個籌款的活動 就是去清潔海灘 當然我自己的專業就是製作和創作 所以其實這次大家來到這個Zero街 是我們其中一個的作品 其實你會問究竟Zero靈碳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會追溯回我那時候在加拿大讀大學的時間 其實我們去Field Trip的時候 其實老師就說我們去Field Trip 其實盡量都不要留下一些東西在大自然 他那個說法就是Zero trace 希望我們去旅遊也好去大自然的時候也好 都盡量不要留下一些垃圾 最簡單的在大自然那裡 這個就是我的很基本的概念去做靈攤的東西 其實我也知道有人在座對碳排放這件事 其實就沒有什麼形式 所以我今天就用10秒鐘介紹一下 什麼叫碳排放 先說碳足跡 其實我想問在座有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們香港平均每人一年 是排放多少噸碳 有沒有人有這個想法 我不如我開鼓了 其實這個數字很厲害 是5.9噸碳 其實我們每人 包括了現在大家涼的冷氣 或者正在用的光 甚至是剛才坐車來 其實我們的碳排放會令到我們的高溫效應 其實你看到今年香港特別熱 其實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低碳的生活 其實只要是應用先用 或者不濫用 甚至不浪費 其實已經是幫助地球 當然這個可以在個人的層面 在交通、能源、資源的控制上面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今天陳俊偉先生會跟我們說 就是一些關於正向的消費 其實消費是避免不了的 但為何謂正向的消費呢 那待會在京都的時段 陳俊偉先生會說一下 好了 我們的Zero Guide 其實主要就是 剛才我提到的 都是我的想法 都是不要留一些東西 當你去旅行的時候 盡量不要留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今天請了一些特別的嘉賓 你猜猜是誰 很難猜 好 給大家聽一下聲音 準備 那刀姐呢 就幫我 我們上次星期一的時候做一個訪問 那刀姐呢 就說了以下的一句話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倫敦這本 有很多地方 我去過這間 很開心 去過就開心 開心 對 原來這間買Vintage衣服 原來它也是環保的 這樣 你會多一份感情在裡面 對 除了我 我們要跟你們的位置 我是我的位置 那刀姐說了一份感情 看我們倫敦的Zero Guide 那我們又看看 Donald和Jim 如何說一下我們的書 現在無論如何都要找個角度 出旅行書 因為以前 就是上網沒有那麼容易 但現在上網 你可能有一個Wi-Fi彈 你去到那裡才去檢查 以前就不一定要寄出一本書 但你有個角度 你現在低碳 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拿著你的低碳書 才可以做到 還有引導朋友 用另一種方法 或者藉口 和動機 再去一個已經去一萬次的地方 都挺開心的 那好不好賣 你的書 還未好賣 所以就 這個Gate位 不知道能否得到 如果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Zero Guide 低碳 待會完場 就可以在外面買一本書 然後拿我們的簽名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 我先搞笑 那京都方面 其實 韋韋 我們稍後再說 好嗎 因為我們現在要先聽新聞 韋韋 我們先前頭再說 好 原來陳俊偉先生 現在有個新稱號 叫韋韋 待會你拿簽名的時候 記得叫他寫韋韋 其實除了 我們在社會火鳳 這個時段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上去商台 其實今天很多日商台 我們先聽聽麻利說什麼 做到很環保的 是值得表揚的 所以除了在Zero Guide裡面 是會告訴你 你去一個旅行 你怎麼可以 全程都很舒適的 如果你是一個消費和旅行 都是具有意識的人的話 那這裡呢 其實為什麼你可以認識 我其中一個作者 叫Janny Janny是我們Zero Guide London Copenhagen 台北 和香港 和新加坡的作者 待會你也可以和他見面 最後我帶了Rig Chin 幾本系列裡面的國家 我自己看下去 那本蝦筋真的很漂亮 因為每一間餐廳 即是吸引到你吃 想去買東西 開心得不得了 然後酒店又不貴 有那些家品 美得飛起 這個我很值得推介給大家 如果準備去Gopenhagen 既然來到一個這麼低碳的城市 是應該支持一下這個活動的 我們 今天也非常感謝商台支持了我們這個小小的媒體 有機會可以去到三個節目 這個月裡 其實好了 我們可以說一下 我們這個零碳 零度低碳指南 其實我們有五個部份 其實主要是陳正偉先生 和孫白健先生 會跟我們說一下 在住、吃、買、玩、遊玩 有些什麼的 其實我們最主要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負責和旅遊這件事 其實我們Cereal Guide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出版了七本 待會你可以在外面看到的 分別有京都首爾 台北、香港、新加坡、倫敦和哥盤哈根 接下來今年 其實我們還會繼續製作以下這些城市 就是阿姆斯特丹、柏林 和東京和溫哥華 大家拭目以待 說回今天 其實我們特別邀請了兩位重量級人馬 就是陳正偉先生和孫白健 其實這兩本書 我自己看過都真的要賣花 賣花香是很好看的 其實在京都那本書裡面 我們特別搜羅了很多寺廟的介紹 另外還有一個專門講是賞花 一年這麼多個月裡面的賞花 我們都集合在裡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買一本書 可以看到很多很有用的資料 另外在首爾那本 其實我們除了一些很標準的東西 我們還有關於K-pop的東西 我們也包括了濟州和虎山 我們其實Zero街 也是一本很 user friendly的書 其實每一個地點 我們都會有個QR Code 只要你探索了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Google Map 假設你拿了這本書 去到首爾去旅遊的時候 不知道那個韓文怎麼說 你會說 這個QR Code 去了Google Map 就會帶你去 很 user friendly 當然我們去印刷的時候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用環保紙 我們還有一個印刷方法 其實跟傳統印刷方法不同 就是Digital Printing 我們是print on Demand 簡單一點 其實你們想印幾本 印幾本就會印幾本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 我們盡量都不會大量印刷 最後我們在今年的年尾 我們會推出我們的Mobile Apps 到時候會在我們的iOS Google Store 會找到我們Zero街 到時候大家也可以 下載我們的版本 最後一件事 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 一方面去宣揚這個低碳旅遊 另一方面我都想可以 幫助香港的社區 我們今年2015年的所有的零售 是不扣除成本 我們會拿5個Percenture 捐給香港的啟例扶青社 他們是一個Kali Support Group 他們是香港有15年的社福機構 主要都是幫助一些年青人 一些鞭青去戒酒、戒毒 我們希望可以 如果我們就有些資金給他們 可以幫助一些年青人 有機會可以去旅行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小小的社會站 所以你們的支持 也支持到這一群年青人 本來今天很想跟大家說 關於台北的事情 倒不如我想把時間 交給待會兒兩位作者 如果你想在台北的東西 你可以晚一點再跟我聊 我可以給他們兩位 我的部分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好,謝謝Samson 原來這個低碳旅遊書的概念 是這樣的 多謝Samson 風 prophesies達人 兼韓國觀光工社顧問 Patrick 跟我們分享首爾?.. 有甚麼低碳旅遊記憶 sky Yoshi 例如《明報》、《都市日報》、《地鐵》有本雜誌叫《Metropop》 或是一些男性的時尚月刊都有工作 在一零年開始,在因緣際會之下 開始從事自由賺個人工作 因為托賴之前也做了十年 反而寫作的專欄和空間比以前更多 我也很喜歡寫東西 所以寫一些關於韓國的專題文章 因為小弟之前有學習韓文 所以在2003年開始也有去韓國訪問李永憲 或者是元彬 即是藍色生死戀年代的元彬 那位元彬 也有在2004年的時候訪問全自然 一直累積了跟韓星打交道的經驗 所以在2010年開始 時間上容許 也是因為一直都有進修韓文的關係 所以可以做很多韓星翻譯的工作 就像剛才Suki所說 剛剛也去了外地 跟韓星李宗石 就是Pinocchio那位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看到 做了一些訪談 或者一些廣告合作的關係 本身也有幫韓國觀光公社 香港知社做了一個顧問 譬如說近期MERS 我們都會聊一下 究竟怎樣 或者將來應該推銷些什麼 因為其實都很了解 譬如說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當然也會跟韓國觀光公社 他們去advise一些 譬如說究竟應該推銷些什麼 可能有一些事情 他們會覺得 在他們的角度 是很值得去推介 但是 以香港人 我們的旅遊的習慣 又未必是這麼巧 所以我們都會進行一些會議 或者一些交流 去談一下怎麼樣 另外其實每年10月 都會賣一些廣告 韓國領事館 其實每年10月 都會舉行一個 叫做韓國十月文化節的活動 我也是一個籌委會成員 亦都有跟他們一起去主辦 亦都會引入一些節目 帶給很多香港的朋友 認識韓國文化的一些機會 以及一些空間 現在其實我本身就是在明州 南華早報 以及Face各大這些報章 都有一些固定的專欄 都是講一些關於韓國的 例如流行文化 或者是旅遊 電影 今次也很感謝Samson 找我去寫這本 本來我比較懶 就是覺得寫書 都真的很艱鉅 這個工作 真的要很有行心 我也很佩服一些 旅遊書的作者 也很感謝他 因為我也覺得這個角度 是很特別的 因為譬如之前 我也有出過一些 首爾的 guidebook 形式的旅遊書 但可能是說 比較全面一點的 未必是一個很獨特的 一個很特別的角度 那我也覺得 這次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小小的挑戰 好 其實說回 為何要說首爾 其實首爾本身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 我不知道這個螢幕 會不會 大家看得清楚 其實他拿到一個 全球可持續城市指數 2015裡面 都是排名第七的 即是50位裡面 其實說 大家去首爾的時候 可能就是K-pop 或者是金壽賢 去哪裡我去哪裡 但是我自己發覺 因為我很久之前 我第一次搭足韓國的時候 是說2001年 那時候其實 也不是很多 香港的朋友 會很喜歡去韓國 那時候 我已經覺得 其實他們 那些地方都很奇怪 還有他們對自然 對環保的要求 其實都很高 因為他們一早已經實施 譬如說交代要徵稅 是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實施 或者是這個 譬如說他們 垃圾的分類 其實都做得比香港仔細 當然 如果大家去過韓國的話 都會感覺到 其實那些街道 都未必 就是說雖然很多垃圾桶 但是說不會往亞洲街道垃圾 就是他們的公民意識 都算是比較強的 而其實他們都 譬如說首爾市政府為例 他們都在建築那方面 都下了很多心機 譬如說近期 其實首爾市政府 他們自己的建築物本身 都是一個很環保的建築 還有很多綠化的植物 在裡面 讓市民去休息 好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 有一個我覺得 譬如說去到首爾的時候 其實我很喜歡去喝一些 傳統的韓方茶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譬如有時候你去超市 你都會看到很多柚子茶 紅棗茶 或者木果茶 各式各樣的濃縮茶 都可以喝 其實去到首爾的時候 大家不妨可以去一些 在韓屋裡面的茶房 慢慢去享受 我們都可以放慢一點 這個腳步 譬如說我介紹這間 叫壽宴山房 它本身的卡片都有漢字 這個比較難得 通常你去到韓國的地方 所有東西都是韓文的 但因為這個就比較古樸 所以它就有漢字的一個招牌在裡面 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首爾市的城北洞 可能大家聽到的時候 覺得有點陌生 不是明洞 不是離太遠 去開那些地方 其實這個城北洞 還是說來這個大學路 都是說可能走十多分鐘 不是真的說很遠很遠 如果散步的話 其實都很舒適 當然我當時去的時候 就是冬天 零下六七度 我都走到十幾分鐘 我都未死 我都覺得OK的 如果大家春天秋天去的時候 就會相對舒服一點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你看到 我也拍了一個 menu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顏色的茶 譬如說它有標榜紅棗茶 就有這個護肝排毒的功效 也有一款 在這個 menu 也都看到就是 叫雙和茶 其實雙和茶 是比較獨特的 我都建議如果去到韓國的話 就沒理由還喝柚子茶 其實就可以喝這個雙和茶 因為他們就是用很多傳統的 韓方的一些藥材 放在裡面 他們通常覺得 譬如說 有時有些感冒 頭昏身氣不太舒服 作病的時候 就會去喝這款雙和茶 就好像我們喝涼茶 或者感冒茶 而另一個地方 剛才我也想補充一點 因為可能是相片空間所限 我本書也有說到 其實那個壽宴山坊 我覺得很值得去的原因 除了是因為它是一個韓屋建築之外 而是它就好像一個小型的文學博物館 因為它本身的主人 其實是一個韓國抗日時期 即日漸時期的作家叫李泰俊 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 它很活躍於這個韓國文壇 寫了很多小說 在裡面也寄了很多他的書 或者一些散文集 有漢字的 因為其實在1934年 他們反而是用很多漢字 大家都會猜到一些意思 或者看到他的詩畫 都會明白 而他的後人 為了要保存爺爺的心願 就把這個地方重新保留 翻身 變成一個茶房 而另一個地方 就叫做安養藝術公園 其實這個地方就來首爾 就遠一點了 因為都想帶給大家 一些新鮮一點的感覺 這個是說 如果在首爾站 搭一號線去的話 就是這個灌岳站 大約是四十五十分鐘 都接受到的 我自己的感覺 就等於由中環去天水圍 去元朗 這樣的感覺 去到的時候 其實那裡就是一個新市鎮 但是沿著一條河村 你看到上面那張照片 好像有東西 是否崩了樓 還是怎樣 其實就不是 其實是一個藝術作品 因為這個安養市政府 其實就很想 令市民得到一個好一點的優甜空間 即不是只有一個公園 只有一些很傳統的遊樂設施 而是都希望能夠 將一些公共藝術 如何引入去和大家分享 所以就找了很多外國的 譬如說都有德國、新加坡、日本、 韓國、自己本土、美國、各樣 很多不同藝術家 來做大型的戶外雕塑 當然都要地方夠大才行 可能在香港就比較難得 即是香港比較難做 所以我覺得在韓國就很難得 應該大家可以去看看 人家是怎樣可以用一個山頭 這個已經好像沒有什麼的山頭 荒山野嶺把它活化了 變成了一些這麼有趣的公共藝術project 好 接著另外有一個地方 就近一點了 就是在首爾市裡面 其實來這個我們很熟悉的江南 就是消費賣東西的江南區 就不太遠 它在江北 剛剛靠著江邊 其實就已經看到江南了 這個地方就叫做首爾林 直接搭地鐵很方便 你說可能有明東 東大門 都是十幾二十分鐘就到了 直接一下車 有一個站叫首爾林 就是這樣寫首爾林 漢字 你一下車的時候 就已經走兩三分鐘 已經看到這麼大的公園 其實我也有點驚喜 因為當地朋友說 你要去這裡 如果你在市區裡面 你想找一些鹿巴的地方 一定要去這裡 因為比較容易去到 又不用搭過幾個車 而且也有四五個維園這麼大的 其實去到裡面 其實我也沒有走完 因為我走了兩個小時 但其實我還有很多地方是沒有去到 但是有些地方 譬如說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其實有一個地方是有鹿的 可能大家去日本的時候就會去內良看鹿 那我開頭很驚喜 原來韓國也有鹿可以看的 而且也可以為他們 這個體驗也挺不錯 而且也有一些濕地 還有很多韓國的企業 都會在那裡做一些 team building的活動 好 接著我們離開了首爾 因為之前在準備這個PowerPoint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想要多些錄化的地方 還有可能都擔心 如果首爾太多人 或者之前MERS好像很害怕 最好去多些沒什麼人的地方 大自然的地方 所以準備了一個濟州的城山日出風 其實這個日出風 你看到在高空拍上去 就好像一個火山熔岩噴出來 而形成的一個山峰 所以你看到頂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落地 其實是一個頂來的 其實是可以走上去的 由山腳那裡走上去 我想大約有很多樓梯走上去 其實不算很辛苦 大約是可快可慢 當然 一個小時左右 其實已經可以上去 我覺得也不算太難走 因為它的路都鋪得很好 也有很多遊人 而且在城山日出風的山腳那裡 其實每天下午三點都會有些海女 就會出海 然後就立刻去 就像一些表演一樣 就是去採蠔 或者採其他一些不同的海鮮 立刻開給大家吃 當然是收費的 也會附近有很多大排檔 可以坐在那裡喝杯真露 也可以去吃海鮮 好 濟州另外有一個地方 其實也挺有趣的 就叫做茶喜賢 當時我去的時候也很驚喜 因為那個韓國人經理 是說樓梨的廣東話 因為他之前在香港住了幾年 做旅行社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 也一定不會有語言障礙 其實茶喜賢這個地方 它本身就是顧名思義 因為濟州也有很多綠茶 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就是一個叫做雪綠茶 可能去過韓國的朋友 首爾也會看到很多 周圍都是在奧蘇綠的 雪綠茶的一個店舖 或者超級市場都有很多他們的產品 這間是比較indy 是獨立的品牌 其實它自己也有茶園 還有茶文化中心 還有茶具博物館 當然最重要是吃東西 裡面也可以吃到一些 用綠茶茶葉做的炮飯 因為平時我們吃半飯 都是一隻雞蛋 生牛肉 或者一些蘿蔔絲 蔬菜 它就用這個綠茶茶葉 所以我覺得都很清新 還有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能把照片 顯示得不太清楚了 其實就是下面的照片 就是在一個山洞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其實它在一個山洞裡面開了一間咖啡店 我當時去是六月份 但其實一點都不覺得熱 就是外面可能30度 但是進去裡面沒有冷氣 沒有風扇什麼都沒有 但是很明顯 很完全符合到低碳的精神 純粹真的在山洞裡面 你都會覺得很涼爽 很大風的 很好風的 原來 可以在裡面喝一下 這個 green tea latte 以及吃下這個軟雪糕 好 好 這個暫時是我今天這部分的精算介紹 謝謝大家 順便提提 其實最新的消息 也有很多朋友都關注MERS 究竟搞得怎麼樣 其實現在都已經差不多 接近兩個星期 就沒有新證 所以現在韓國政府 和香港政府這邊 我看回新聞 也有追蹤韓國當地的報導 其實應該在八月初到 就可以 除非突然之間 又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以解除這個MERS的警暴 大家也可以去韓國 還有八、九月開始 其實去韓國的話 也會有很多優惠 我相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謝謝Patrick 聽完Patrick的分享之後 真的給了很多想法 我今年年尾 首爾應該去哪裡玩 不過是我真的飛過去之前 不如我們一起去第二個地方 也是香港的旅遊熱點 就是日本京都 說到京都 當然要請回神級達人 關西觀光大使 Cero街 京都作者陳俊偉先生 出來和我們分享 你好 陳俊偉先生 你有個新稱號叫韋韋 我們是否大家都可以叫你 非常親密 非常親密 我也知道陳俊偉先生 有很多粉絲今天來到 都想聽你的分享 Hello 你好 我叫陳俊偉 我的生平時跡已經在這裡了 我也免得說不太多 因為我想大家都想 聽到這關於京都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京都的看法如何 請問有哪位朋友去過京都的 請問有哪位朋友去過京都的 都很多了 請問有哪位朋友去過三次以上京都的 OK 我見到 為何會去三次這麼多 剛才可不可以舉多一次手 哪位去過三次 OK 這位先生你舉得最快的 是你了 可不可以給他一支麥克風 問一問為何你去三次這麼多 不好意思請等一等 那位 那位 謝謝 最主要是因為我有朋友在那裡住 所以免費住宿的 是的 因為喜歡當地的寺廟 喜歡去那裡 覺得他很寧靜 很放鬆 但免費也很重要 是 謝謝你 你會得到一份禮品 就是京都可月酒店 和iBakery合作做的抹茶蛋糕 請給他一張得獎子 這個蛋糕我會遲些再解釋一下 對於我來說 京都 我本書的序會寫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將會買 或者將會讀這本書 就會知道 我覺得這個世界很有趣 有些不公平的 有些地方 他們的能量 我叫做Energy 就不知為何是歪歪的 即是好像 你去到一個地方 他們好像 令到你想放縱一下 令到你想懷一點 可能想 做一些色聲血罵的事情 又或者想 有時候 不太顧當地的一些 風土文情 或者一些法例 而做一些 出軌的事情 就好像上個星期 在《New York Times》寫過一篇文章 就關於很多外國人 去到西班牙 或者馬來西亞 或者各地 都做了很多破壞性的行為 大家都聽過 在馬來西亞有人 赤裸拍照 在聖地拍照 也有人在歐洲地方 可能因為為了拍攝 自己拍攝 所以就 就死了 可能不知道從哪裡 掉下來 但是京都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令到你想做一個更好的自己 它會令到你想說話慢一點 想做事平靜一點 想將平時的自己修練一下 甚至可能你覺得 我想將自己精進一點 可能我想將平時吃東西 可能我吃很多牛扒 我想去到吃豆腐 吃得乾淨一點 小油一點 又或者我想找一個大師 就是去坐禪一下 中施只是坐二十分鐘而已 OK? 但也想做得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 京都的正能量是真的有的 大家都所謂正能量 其實 甚麼叫正能量 有時你去到京都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京都 京都 其實我第一個地方想介紹 跟剛才這個蛋糕有關係 就是京都的海月酒店 其實有些朋友都知道 我經常都在這間酒店裡住的 一來已經認識了很多年 由他開始到現在 十幾年以來我都認識他們 二來我很喜歡他們所做的事情 一來他們的庭院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他們的庭院 有棵櫻花樹 所以其實如果外面太熱的話 或者天氣不好的話 你都可以在櫻花樹下面拍照 二來他們所用的蔬菜 因為他們不是全部的 現在都在進行 一半以上的蔬菜 都是找農夫種的 又或者自己開肯土地來種 重要的做法就是 他跟農夫說 你儘管種菜 你種甚麼都可以 我全部收購 然後根據你的材料 去做一些不同的菜式出來 為什麼這樣做比較好些呢 因為如果你控制農夫種甚麼 譬如說我只是想用甚麼的菜 其他我甚麼都不要了 農夫可能要強行在土地裡種一些 不太適合的菜 一來可能滅絕了一些 原生的品種 二來可能那些菜 根本就不是最漂亮 不是最時令的 現在哈爾的做法就是 他要完所有菜 就令到農夫一來有經濟效益 也有穩定的收入 二來都可以充分利用了時令的菜式 另一方面就是這間酒店 有很多折藥能 能源 還有垃圾的分類 我想很多酒店都會做的 不單止他一間 比較特別的就是 近年他跟香港的iBakery 東華三園旗下的社記 合作做了一個抹茶蛋糕 其實他們可以說是無條件的 提供了他們的培訓和食譜 就被iBakery香港的廠房 負責製作這個蛋糕 香港出售 而所有的收入 就去回復刊人士那裡 希望給復刊人士多了 就有機會 那這個蛋糕究竟是哪裏都可以買呢 不如我介紹一下這裡的朋友 Florence Chan 東華三園iBakery的負責人 我這裡會送出蛋糕 但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想購買這個蛋糕 和它的曲奇餅 的話 你可以聯絡Florence的 OK 好了 跟著呢 如果我是說蔬菜 不如說吃素吧 有很多朋友可能在京都 都會覺得 我也想試試吃素的感覺 其實呢 是比想像中難的 你們不要以為吃豆腐就吃素 等於 因為在京都 他們對於吃素和這些東西 跟我們的概念很不同 譬如說他們吃湯豆腐 其實他們的醬油 很多時候都加了一些堅魚 又或者譬如說他們醃的菜 那些叫做醃漬菜 就是 Pickles 有時候會加了少許清酒 那有些朋友就無所謂 因為有時候都是一些 沒有那麼虛的Vegan 那也有些人可能因為齋戒 那樣東西都不能吃的話 那就會要很小心 那所以在我這本書裏 都介紹了很多 可以完全吃齋 又或者吃素 又或者半素半肉的地方 而它會寫明 是可以有素的菜單 的餐廳 那其中介紹這間呢 就是在這個 天龍寺藍山裏面的 寺院裏面的西穴 這個詞應該讀西字 對的 OK 謝謝 那其實呢 要吃這間店 有少少 不是有少少問題的 你首先進去寺院 那就是說你要付入場費 那但是這個套 我們途中這個套 其實都是三千多日圓 那另外它就不同價錢 好像有些是六千多日圓 有些八千多日圓 那看上去呢 食素 就是全部都是蔬菜 全部都是麵豉湯 或者豆腐 覺得為什麼會吃三千多日圓 你吃炸豬扒 都一千多二千日圓 就能搞定 但是如果你吃了 你就會知道 這個素菜有多麼好吃 一來呢 可能是因為所有都市靈的東西 所以吃完之後 淨量量比較強 吃完之後 你真的會比較精神 二來呢 它是選擇最漂亮 最嫩的蔬菜那一部分 或者豆腐呢 它是找些最漂亮的豆腐來做的 所以呢 吃出來的口味是完全不同 跟那些便宜一半的 千多日圓的齋 都挺不同的 所以大家吃過就會知道 那當然啦 有時候食素這件 不一定要去寺院吃的 你知道啦 大家都年輕人 你們不是個個都想去寺院的嘛 所以我也介紹一間 就叫做Mokutaki Mokutaki 那這間店呢 其實就是一間很年輕的時裝店 樓上的 說年輕的時裝店 大家都對的 因為有時候 15日圓的東西都有交易的 那這間店呢 有一點特別就是 一來呢 它很年輕的打扮 二來呢 很多座位都一個人坐的 那所以一個人 逐烏毒精的話 你都不覺得自己很尷尬 那三來呢 就是說它很多的蔬菜 都是自己種的啦 都是 可能是有機 可能是天然 可能是減濃藥 那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 有時候有機的蔬菜 都難種一點的 所以有時候 都可能用些減濃藥的蔬菜 那就視乎供應量啦 那另外 他們的食品的 果汁和選擇都很多啦 另外 我很記得他們 有些做 意大利粉做的方法 我都挺喜歡的 譬如說 用豆乳來做一個汁 來配意粉 這些我們香港都比較少見 如果見到 都是抄襲的 可能 我想問你 剛才 這個 西園這間 食素那間 是在哪個寺院那裡的 你見不可以 你最快 但我不可以再選擇你了 不好意思 這位小姐 麻煩 給你一個咪 給你獎品 應該給你獎品 天龍寺 對 謝謝 好 第二個蛋糕就送得出 好了 那麼 其實呢 我本身都不是一個吃素的人士 更加不是吃齋 我想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 都是去旅行 都自在玩樂的 我覺得 有時候 這些環保 或者綠色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一定很 很高調 很高姿態 告訴別人 你一定要吃素才是一個人 如果你吃肉 就 萬國不捨 所以 我也會介紹一些 吃肉和吃魚的東西 給大家 譬如這間 江湖正 是我 在京都最喜歡吃的 鰻魚店 有些人有反應 都看到了 其實在京都 有很多間很著名的鰻魚飯店 那這一間 我想是規模比較少 以及最明顯的 因為它在民居裡面 它也只剩了二十幾個座位而已 而他們的經營 店舖的門面 是非常陳舊的 但是這間 就是我們京都的朋友 極力推薦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間店舖所用的鰻魚 就是全京都唯一一間 可以用這個版 東太郎鰻魚 其實是一種養的鰻魚 如果大家吃開鰻魚飯都知道 最便宜呢 如果在日本吃 最便宜的話 通常都是大陸和台灣的鰻魚 那他們怎樣養飯 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或者你們信得過 你們可以吃 另一方面 再貴一些 就是在賓蟲 或者其他日本地方養的鰻魚 再貴一些的養殖鰻魚 就是這個版東太郎鰻魚 那麼這個鰻魚 為什麼這麼貴呢 就是因為它的養殖方法 就比較貴一些 可能飼料好一點 水也好一點 所以它的營養成份 和天然鰻魚 是非常接近的 那麼這一間小的店舖 就是全京都唯一一間 可以拿到這個版東太郎鰻魚 就是因為他們和供應商 可能有八十年交情 而京都來說 感情是很重要的 他們覺得 供應商覺得 賺少一點不要緊 我不想給大一個店舖 寧願永遠都給 這間小的店舖 繼續支持下去 所以我覺得 支持這間店舖 其實都是支持了 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還有友情的 那麼當然這個鰻魚飯 非常之好吃 因為有很多店舖 你吃鰻魚飯都覺得 醬汁都特別咸 但是這間是濃的 就是不鹹 還有有魚香香味 這個鰻魚飯 如果是版東太郎 那邊的餐料有三種鰻魚 普通鰻魚三千日圓 二千人三千日圓 一個鰻魚飯 這個就是三千日圓 要不要訂位這樣 不用了 插進去就可以了 即是叫你的名字 對 認得我的照片就可以了 至於下一間店舖 就是 就講牛肉 其實 可能會有些超級環保人士 會挑戰我 為甚麼吃牛肉都是環保 其實我覺得 在座一定有朋友吃牛肉 哪位吃牛肉的 這裡很喜歡吃牛肉 至少一半人以上 但是吃牛肉 怎樣可以環保一點 最好就是吃當地的土生牛肉 在香港其實很難的 因為我們除了吃大陸牛肉之外 你要吃得更漂亮 就吃日本的 或者吃美國、澳洲、加拿大 在日本你可以吃一些 就是本地京都府裡面的牛肉 也有些在日本 譬如可能賓府縣 或者其他 其他九州的地方 牛肉都可以的 我推薦這間就是三島亭 三島亭 就經營了百多年歷史 而他們的老闆 最初經營的老闆 本身就是為一些貴族煮飯 一些魚柱 後來因為他們開始 可能在千都 於是他們就去了京都 自己開餐廳 他們的Sukiyaki和Sapu 都是非常好吃的 我知道有人吃過 哪位吃過的? 你吃過的? 你可不可以說一說 這位先生 不要啊 請給他咪咪 沒有啊 只有你 我知道另一個人吃過 但是他沒有舉手 有蛋糕嗎? 說完有沒有蛋糕嗎? 讓他先說完 你好 你怎麼稱呼? 姓盧 是的 我想問一下 你什麼時候吃過? 兩年前 兩年前你覺得怎樣? 瑞俊 比我想像中 其實我不喜歡吃牛肉 我不吃牛肉 我本身是不吃牛肉 但你為什麼會去? 因為那天 那間很不錯 推薦那間很有傳統 如果你要下海 就要下這間 甚至可以 上海 當時去到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很傳統 因為有阿嬸在旁邊 從頭到尾 即是你好這間 非常周到地 也好過六歲的小朋友 是的 沒錯 那牛肉 我當時選擇 它有幾個不同的價錢 即是價錢 我當時想試中間的 就是平均水準 最準 當時我跟幾個朋友吃 那幾個朋友很喜歡吃牛肉 他們當然很開心 看到不喜歡牛肉 我當時不太喜歡 因為有很多肉搬出來 是 吃下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 真的不要說錯 是 真的入口有少許融在口裡的感覺 是,OK 這件事是事實 其實之後 我再吃過幾間類似的 在京都 都是沒有它的分類分得那麼仔細 那些肉的肉種 而且處理方法 當然阿嬸在旁邊幫我煮 就更加好 因為 阿嬸很重要 很重要 最大賣點 因為其他那些 其實我不喜歡這樣的類型 有人幫我 即是你不喜歡 但你又喜歡阿嬸 因為我一向不喜歡吃 Sukiyaki 和Shabu Shabu 原因是因為 我不知道如何控制火腦 我自己經常怕煮熟 或是不熟 但有它完成了 阿嬸在這裡真的很方便 好,謝謝你 我明白為何你不想拿來煮熟 不是,因為你是停不到的 好 你會得到這個iBakery的蛋糕 多謝 好,那說完阿嬸和牛肉之後 我們可以說吃魚了 那就是這個 我很喜歡吃的青魚壽司 那大家 有哪個朋友喜歡吃青魚壽司的? 關西的 我都猜到 通常不是很多 但有 你不想把手放下 那放下一個咪咪咪咪咪咪 這位朋友 是 我想問問你 你吃過這家嗎 是的 是在白板神社對面的 白板神社外面 對面有一間很小的店鋪 是小巷 不是小巷 你吃的那間是小巷 那間入了小巷 覺得好不好吃 那間挺好吃 不過我買了一條壽司 它最邊有一些 即是碎了那些魚 就做了最後一塊 那塊就差了一點 我第一口吃那塊 你那條買了多少錢 都好像2000日圓 2000日圓我想差不多 如果買4000日圓 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我介紹這間給你 這間是全條 你是半條還是一條 我一條 一條 這間半條已經2000日圓 但是多謝你的分享 因為我都喜歡吃青魚壽司 所以認識青魚朋友 那你都會得到這個蛋糕 多謝 謝謝 這間 Itsuju 就在白板神社對面 為什麼要介紹這間店鋪 因為它是全京都唯一一間 還是用柴火燒飯的 的青魚壽司店 其實全京都現在 很多日本地方都不會用柴火燒的 但是它的柴不單是廢的木頭 甚至它會搜集一些用過的木筷子 用來做循環再用的資源 所以它已經有一些環保的概念在裡面 另一方面就是所有東西都手造 而且所有東西 譬如說 雖然你會看到現在的包裝紙在這裡 但其實裡面也有一個竹葉包著這個壽司 那為什麼用竹葉呢 因為傳統來說 竹葉可以防臭 有補充的補充功能 以及可以防蟲 所以他們這麼多年以來都用這個竹來包著 另一方面如果你說食物的話 這次不可以不說雪糕了吧 對不對 那麼 大家最近都有去吃這個 中…的…的吧 有誰吃過呢 那間 啊 你吃過嗎 你吃過嗎 那你有沒有吃過這間 這間呢 這間太多人 這間… 那你兩間都吃過了 中蜜蜜和這間你也吃過了 給她一支咪咪 麻煩你 比較一下兩間的水準 即管 由你講好過我講 我懶得得罪人 好了 那你怎麼稱呼你 我姓袁的 小姐 請問你試過香港又開那間 還有這個… 香港那間就沒有試過 因為太多人 我其實都沒有試過 我也是試過在宇治那間 然後也試過這間 你覺得兩間的品質如何呢 我本人喜歡在宇治那間 為什麼呢 因為我特地找… 真的走進去 只是去宇治吃 即是專程的價值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宇治沒什麼行動 唯一的目的就是去那裡吃 你這樣說 是騙人的 是啊 因為真的吃下去… 其實紫緣都OK的 都很好吃 不過紫緣是因為不方便 在京都也有 車站也有一間 和裡面也有一間 是… 但是我覺得在宇治那間 因為環境很好 是啊,對著河子 對嗎 是啊 是的 而且它… 進去裡面看 它的舊屋 那種環境很舒服 即是可以吃了半天都OK的 嗯… 你真是吃家裡 吃氣氛也吃了 不是 謝謝你先 你會得到我們最後一條蛋糕 謝謝 其實我自己兩間都去過 我覺得兩間的分別都有 就是譬如中XX 我覺得它的含水分高一點 我不是說它特意騙你 而是說它的水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吃完之後 我覺得它的布甸、雪糕 尤其是布甸和寒天的東西 它的食後感、水的感覺 是非常令到你覺得很舒服的 但是我一直都是茶料都六里的粉絲 因為我覺得它收得緊一點 抹茶味比較好一點 另一方面我覺得 大家吃過很多次抹茶雪糕 你會不會有些印象 就是吃完之後 它的抹茶苦結 會在你的嘴裡徘徊 你覺得很厲害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追尋這種味 我喜歡好頭好味 就是你的茶味很濃 然後你收結那裡 就再混完 令你覺得好像有此有蹤 我覺得茶料都六里 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而事實上你看到這個 這個茫茫茶茶的 這個特選都六里的新地 上面是有抹茶忌廉 跟著有抹茶蛋糕 抹茶啫喱 另外有這個紅豆沙 再加一些白色的 叫做甚麼 那些叫做 你所見不到的就是 中間其實是有抹茶的雪糕 跟著下面就是抹茶的梳鼻 然後再下面是有一個雲尼拉雪糕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你吃了那麼多抹茶之後 用這些雪糕用甜味 幫你中樓花這些 這個苦劫的味道 然後它最下面就是這個寒天 就是因為沒有味道的東西 就將你的命令淨化了 所以吃完之後 你覺得你的舌頭很舒服 不會覺得有很多雜品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厲害的雪糕生地 雪糕生地不應該 隨便把所有東西 就當自己很厲害 應該是有起乘轉合的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遊客 如果我吃雪糕 我會試一間我覺得應該值得支持的 另外我覺得 另外買東西方面 買東西其實我覺得 雖然有很多人覺得買東西 是一個都是浪費 或者真的不好 怎樣可以環保和負責任呢 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購物都可以用正向理念去想法 就是說 一方面就是買一些正向的東西 就是你了解一個商品的背後之後 可能你購物的時候 可能你購物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到某些行業 那圖中這個叫Happy Jack 就是賣舊唱片的 你會見到有千年女王 也有賣Fair Lady 也有賣Fair Lady 在這裡我們也找到 《赤的儀惑》和《三好八位》所有碟 或者有些朋友有沒有聽過 1969年還是1970年 《二人世界》電視劇 我知道有些人聽到 只不過不肯舉手 多謝你 我當時還未出生的年代 其實 電視劇的主題曲 在這裡也找到 當然被人買了 就已經找到了 京都有很多地方 可以找到很多 你去年的童年的回憶 這個地方 賣舊唱片 我也可以常常推薦 另一方面就是二手三 Spin's 是大阪著名的二手三店舖 在京都的店舖 有一件特別的就是 它有很多二手和服 有很多朋友 其實都想試穿和服的話 其實都可以 也不想租 有些人 可以買一套 在那裡 其實幾千元有交易 不過那條和服腰帶 可以很貴 因為永遠最貴都是和服腰帶 而且最難的就是怎樣穿 另一間店舖 我想介紹就是開花糖 因為它所造的茶壺 茶桶 裝茶葉的桶 現在這個是茶壺 其實它最精髓就是茶葉的桶 那桶其實是完全手造的 要經過一百三十個步驟才完成 完成之後 它的茶桶蓋 你慢慢放手 它會慢慢滲到茶桶裡面 當初 他說現在這個第四代 還是第三代的全人 年輕人 現在途中那個 他是懂英文 在外國讀書 他拿著這個茶桶 想著覺得 現在在日本都沒落了 他說不如我們拿去歐美市場看看 他爸爸說 沒有可能這個世界不會有人喜歡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一個滅落的工業 然後拿去英國 然後發現 他說這個是手造的 英國和法國人都不相信 直至他們真的來工場 了解了他的製造方法之後 最後這個茶桶 已經進入了倫敦的博物館 現在他每天的訂單都非常厲害 根本是做不及的 所以我們光顧這些店 其實令到他們一些失傳的工業 可以慢慢再成全下去 最後一間店 我想介紹的就是 一澤信三郎帆布 有誰有他們的帆布袋 前排 前排 再後面 對了 大家都知道一澤信三郎 其實都是110年歷史的帆布袋 他們做的帆布袋的品質非常之好 另一方面就是 他們的老闆除了堅持帆布 要在日本製造之外 所有的拉鏈、釘 這些小東西 全部都要在日本製造的 不會在外國生產 而且所有的工序 你看到一個女生 都是要用人手做的 而很多他們的工人在那裏工作 已經超過10年了 所有的工序都是用人手做的 而他們有個袋 叫做Duyukiuto 也都是 其實在1997年 在京都簽訂的《京都議定書》 當時聯合國在那裏舉行了一個會議 世界各地所有國家 簽訂了《京都議定書》 就是限制了世界各地的碳排放量 所以當時有一句話叫做Duyukiuto 就是說你究竟是否一個環保的人 那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順山王帆布》 就專門推出這個代 希望提倡這種文化 這件事其實都很難得的 所以如果你支持這個牌子 씩要說就是不同更全地 進行幣 去帳rov 有很多京都的經驗 都能形容一形 是助典 例如這個春光月 因為那個老伯的住持 是一個很年輕的 三十多歲的人 叫做參雅全龍師 就是途中那位江頭的先生 他是粗流利英文的 所以很多外國人都找他玩助蟬 而事實上有一樣東西比較特別 就是這個地方也是全日本暫時唯一一個寺院 是會為這個同志主持婚姻結婚的 其實在日本同志婚姻還未合法化 但是這個寺院就願意走多一步 希望可以做很多包容 令到大家無論是甚麼國籍的人 甚至是甚麼宗教的人 都可以在這裏成婚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這就是我的表演 時間都剛剛好 這本書對我來說只是一個起點 對大家來說 我想對於環保來說也是一個起點 有很多東西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實踐 令到這個環保和綠色再有這個前景 謝謝 好,謝謝陳俊偉這麼精彩的分享 京都的神級大人果然名不虛傳 但是我相信陳俊偉除了剛剛提及的景點之外 一定還有很多更加精彩的建議 寫在Zero街京都裡面 如果大家不想在下次由台北首爾和京都的時候 錯失好玩又精彩的低探旅遊景點 大家一定要支持Zero街零道系列不同地點的旅遊指南 今天即場購買還可以得到陳俊偉、Patrick 和我們Zero街創辦人Samson 和我們的零道旅遊作家Janny的簽名 謝謝